柳卡素频道说说昨天柳卡素作客 班尼茅夫输0比2的赛事 这场球是由后卫以前教班尼茅夫的旧报 苏兰基梅开尔道射成战果击败了柳卡素 这场球看起来柳卡素真的以为他都可以打个和 因为这场球很明显看到 班尔古马雷斯因为拿了5张王牌要停赛 所以这场球在姆班尼古马雷斯里面说 过往看数据就说姆班尼古马雷斯的赛事 6场英超自加盟以来6场英超 他缺阵的话柳卡素是没法赢出的 以为柳卡素虽然赢不到但至少都可以守得到 结果仿先非常脆弱 整个阵容可以觉得上球员 尤其是过往的那种压迫呢 这场球是看不到的 因为实在明显地每个星期两场赛事 打完这个多蒙特大家都散了 现在双兵呢 自从这个上场输给多蒙特之后 连这个高级威顺都双运了 总共已经有11个球员停赛 即是加上通牙利和今场停赛的班尼古马雷斯 11个球员停赛 所以你说怎么可以砌到一个完整的阵容呢 看回两球球来说呢 第一球球也是球员个别的自己的过失 这个祖卫洛克在禁区顶 想抢这个斯文奥的球的时候 竟然堵下去是间接帮这个苏兰基做了个助攻 结果苏兰基绕过两个柳卡素球员 扎角度是射入1比0的 但是较早之前呢 见到这个扑比已经连回扑够 起码分钟呢 斯文奥有三个必入的球 如果三球球都够不到的话 其实斯文奥这场球呢 分分钟有得无止气化 那么下半场呢 再来一个角球 中处又是被这个斯文奥 不是被这个苏兰基 一个虎尾脚这样撩入 2比0 肯定呢 纽卡素没有运走了 那么现在反而呢 我们看到就是说 纽卡素呢 起码都还有两个礼拜的 因为国际赛的赛期呢 可以休息两个礼拜 那么就看看这两个礼拜里面呢 可不可以有一些伤兵可以 赶得及服务 例如说 好像这个的 哥尔威尔逊啊 又或者是这个 伊萨克啊 文雪呢 可以11月25号呢 对车路士的那场球是可以复出的 但是这场球呢 对班尼玛夫呢 竟然又多一个伤兵 就是这个艾米朗 只是打了30分钟就要伤出了 那么就希望纽卡素呢 好好地休息这两个礼拜 因为始终其实艾力学位呢 这种这样的紧逼的踢法呢 都挺伤体力 而且挺容易受伤的 所以呢 其实如果大家回想起来就是说 在当年这个 他教过班尼玛夫 最后一季呢 就是因为双兵潮的影响呢 就令到他最后呢 只是排过第18呢 班尼玛夫的感言要降班 而呢 力何为呢 也是污沙不保要离去的 那么希望呢 看看这两个礼拜了 是快一点双兵呢 服完得七七八八 啊 起码都 有回如果伊萨克和这个 高雅威尔逊 中间有这个 班尼玛丽丝的话 起码一定当 还可以和车路士 练一练 因为始终呢 由11月开始的赛期呢 又开始密了 又是每三天呢 又一场赛事 那真的这两个礼拜呢 真是好好地休息了 大家记得支持我 订阅这个频道